我講的 就是因為原住民 就是因為原住民 他說 格馬蘭就是宜蘭 到蘇澳到花蓮的新城有兩百里 自秀烏蘭西又再加百里 倘若山前的佈置三位坐牆 折山後之金銀從而擠擠擠擠 就台北骨為什麼會射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原住民 所以你們如果有機會看清代 台北城在佈置的時候 所有的軍隊 全部都在東南邊 下次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那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聊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反映 其實大稻埕 它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最後這個是猛獎 各位參考一下 60年後就是大稻埕了 好 那接下來來跟各位談第2個議題 大稻埕的自然地理 各位今天騎摩托車坐公車來到這個地方 你絕對不會感覺到 大稻埕地理的存在 但是我今天希望 等一下幾張圖 讓各位看過之後 你們可以感受到 大稻埕其實還是有它地理的特色在 而且 現在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看得出來 好 那這張也是1904年 剛剛給各位看到的 大稻埕的四階 大概聚集在左手邊 那這張圖因為是1904年的圖 其中有一條線 等一下會提到 這個清代的台灣鐵路 從這邊繞過來 之後就到了 北台灣的 當初的第2大城 新莊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那鐵路為什麼會走這邊 繞過這個大稻埕 那台北城是在這邊 那大稻埕為什麼會出現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北台灣地區的 很多很多的居民 特別是 淡水河口的那邊的居民 北邊的這些居民 當時候如果要進城辦公的話 這邊是交通要動 一定要穿過底花間 各位如果有機會的話 去去看 包括從圓山 翻 過劍潭到士林 然後就沿著山邊走 因為以前是台北湖 所以基本上就大概沿著 今天的那個捷運線 早期的那個北丹線 就一路沿著山邊走 那其他 西邊的部分都是 河岸的這個地帶 都是比較 第四比較低蛙的 這個地帶 那 這個地帶呢 基本上所反映的就是 當時候 比較高的 地帶 那這個部分其實牽涉到 就是漢人 在折子的時候 在折子蓋房子的時候 其實一般有一個習慣就是 折高地蓋房子 那比較不會投資 那台北城 當時候其實是一個 低蛙的地方 低蛙的地方 那當時候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沒有注意到那個現象 所以 日本時代初起 整個 北半邊的台北城 全部煙光了 所以我們北半邊的那些 老街的那些房子 全部都是 日本時代重新蓋的 就這一半邊 那這一邊呢 基本上是一個地地 等一下我會看 那什麼意思 我剛剛既然講了這樣子 這邊全部都是地地 各位可以看 這邊有幾條溪 在這個地方 這裡還有溪 我們看下一張 好 這張各位看一下 這是1897年的時候 台北大稻城 蒙甲平面圖 這就是台北城 那 我們看了先不看這裡 這個大稻城 這個街市的這個地方 我們先看這裡 這個藍色的這條線 就是清代鐵路 這條線清代鐵路 這個就是台北到新竹的 鐵路 他一路往那邊走 就到新莊去 那我們看北邊這裡 這裡 一點一點藍色的那個是什麼 那就是水田 是水的部分 是比較低蛙的部分 就這一個地帶 那剛剛提到的 這是台北城 所有的部隊 全部都在這個位置 那北邊大概是老百姓居住點 蒙甲在這邊 那這裡面有幾條溪 我特別提一下 等一下我會聊 一條有兩條是從城內進來的 一個是從 東南角往西北角 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是在城北邊 在這個地方 那還有這個地方 其實也有一個 有好幾個大的湖 那各位今天搭捷運 有一個站 叫什麼站 叫雙連站 什麼連呢 就是兩個比堂連在一起的 雙連站 等一下我們看到 這張是1901年的時候 台北市街頭 各位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哪邊是低的 哪邊是高的 包括各位熟知的西門町 全部都是填出來的 日本時代的時候填出來的 那 這邊呢 是高的 這邊是低的 所以當時候 1853年的時候 陳佑早在 折 地點呢 蓋他的那個商店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附近地區 比較高的 地方 就比較不潮濕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呢 也其實比較適合 人居住 好 那接下來有幾張圖 是經過田舍 田舍的 1896年 1898年 各位參考一下 各位可以看 幾條溪 我們今天其實幾乎感覺不到這些水的存在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 去找一些資料的話 你看那個高層 台北盆地基本上有一個特色是 東南高 西北低 所以所有的水都往西北邊走 淡水河就是往西北角出去 那東北高 西北低 所以所有的水都有這樣子的 趨勢 往這邊走 那剛剛提到的 南邊這裡有一條 大的 自然的 溪流 那北邊的這裡有一個 從城內 流出來之後呢 會經過 會穿越我們的 大道城 那當時候鐵路在蓋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紅色的這個線就是鐵路 就離開了這個城市 選擇在這個比較低窪的地方 蓋出來 那 如果各位所知蒙甲的話 蒙甲我們常常講說 那個蒙甲龍山寺前面 有那個大的 霹塘 那個霹塘叫美人池 所以他又有一個 有一個風水之說叫美人穴 大的池塘 那個池塘就是今天的龍山 龍山寺捷運針 各位一定沒有辦法想像 那個地方 但是從 漢人哲子的角度來看 其實 你只要知道那個地方是個佛寺 在清代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 什麼意思就是附近都是花園 或者是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認為龍山寺是以前最熱鬧的地方 其實不是 他在清代的時候就是最邊緣地區的地方 所以 龍山寺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他前面的那個美人池 旁邊還有好多的池子 回來大道城 各位看 東邊的這個地方好 到處都是池子 1898年的這張圖更清楚了 在 大道城的東邊這裡還有很多很多自然的渠道 在這個地方 那這些渠道咧 當然對整個都 當然對整個都市的發展有很嚴重的很 產生巨大的影響 不是很嚴重 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們再看 那隨著都市的發展 水就慢慢不見了 城內的水先不見 慢慢慢慢就被填掉了 西門町的水就被填掉了 到了日治初期的時候 那個 龍山寺那邊的也被填掉了 那當然也包括 迪化街大道城這個附近地區 也慢慢慢慢被填 那填了之後來這些水 就越來越少 到了1916年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 相對於這個1905年的 圖 其實反映了什麼 整個 地域的變化 很多很多的那個 皮糖 湖 水 都被填掉了 慢慢不見了 這張圖是 1917年的時候 台北府附近的一般圖 這是日本軍方的圖 大道城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水 雞龍河在這個地方 大龍洞在這邊 雞龍河在這個地方 各位跟我們都一樣 我們一定沒有辦法想像 大道城的東邊 竟然還這麼多的水 所以什麼意思 很多很多的這個原來這個田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最近50年都市化之後改變 所以如果問那個長一輩的人 那個 除了三世皆之外 其他地區台北本地 什麼什麼印象 就是水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進來台北市 大概就是民國60年 1970年 什麼意思 40年前 40年前 所以早期的台北 這個 給各位一個想法就是 大道城在 整個自然地理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有很多 其實都最近幾年的 發生的事情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張 這張圖 那個非常的明確 藍色的地方就是水的部分 我就舉一個 我們南邊的那個部分 給各位看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台北城內 北邊的那條溪 往北流的時候 的狀態 那台北城的外面有護城河 那一路流了就流到溪邊的這個淡水河 所以各位可以看 在這個整個小的 區域的那個地理的特色上面 房子的所在基本上就位在高地 所以各位可以用河 就當作 當作邊緣 用取他的中心線 中心線那個就是相對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今天如果各位在往南邊走一點 就到了清代的機械局 有很多那個像那個台鐵的那個 辦公室社 那塊基地人 在清代的時候 就是位在兩個西中間的高地 下面這張就更清楚了 有等高線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西 夾著這一塊 我用那個南邊這一塊來分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是等高線 最高的地方 其實就是機械局 分布的地方 大稻埕也一樣 大稻埕也是一樣 他當時候就是比較高的地方 他先蓋了房子 那最核心的地方其實跟 整個地 地理上面的那個高層其實有關 那最低的地方當然就不會蓋房子 那這張圖也是從 大稻埕往台北城看的 那個路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 旁邊這是什麼 全部都是池子 什麼意思 我們附近地區 全部都是非常低窪的池子 而這個池子 那個 我之前處理一個案子的時候 台北市的那個地下水 大概就是地下兩公尺 地下水常態 你只要往地下兩公尺 地下水就出現了 那這個地方呢 潮不潮濕 當然潮濕 因為他距離淡水河最近 非常的近 整個地下水的狀態 其實 回過頭來可以看到 這個跟水之間的關係 這是自然 地理上面的特色 這樣子的特色呢 我們今天還看得到看不到 當然看得到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給各位看 這張圖是1945年的圖 大稻埕在這邊 我們的東邊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這幾個 黑黑的這幾個 這個幾個是什麼 這幾個叫school school是什麼 是小學 台灣的小學 大部分都是日本時代出現 在 漢人最多的大稻埕 的邊緣的這個地帶 這台北火車站 在這邊 在剛剛提到的說 水田的這個部分 這邊的邊緣 日本 時代陸陸續續出現了很多的小學 那他要出現在哪裡 他就沿著聚落的邊緣 就一間一間蓋 有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這張圖是1980年的時候的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叫太平國小 有沒有 永樂國小 這個叫做 靜修女中 蓬萊國小 日新國小 就一路往下走 這個 這個線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整個大稻埕 東邊的界線 所有的學校 全部就在這個邊緣的地方 就一間一間蓋起來 那這個現象呢 其實離我們這邊 其實不遠 所以各位 想像一下 從地理環境來看 大稻埕大不大 其實不到 那就跟我們 像我自己本身是傳統建築領域 我們常常在介紹聚落的時候 聚落有一些邊緣的特色 土地宮廟就是聚落邊緣的特色 你只要過了土地宮廟就別走了 那個已經出聚落了 這邊可以講 你往東邊走 過學校就別走了 你要認識舊的大稻埕 在學校裡面 在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張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這一張呢 都是計畫圖 更明顯的 各位看那個紫色的那個分布點 就是學校 有沒有 我們的 迪化街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台北橋 這邊就圍了一圈 這一圈什麼 這一圈就是邊緣 那往東邊的這邊在 日本時代大部分的時間 全部都是田 這個當作參考 好 再來呢 我跟各位介紹 第三個特質 商業 那商業的這個特質 其實不需要我講 就是我們這條街的特色 商業裡面其實有一個特性 就實在需要什麼 大環境需要什麼 商業所反映出來的結果就是如此 那它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轉變 那個 雖然我剛剛跟各位聊到茶葉 茶葉已經沒落 已經沒落 我們要在大稻埕把那個茶葉的那一件事情找回來 其實不容易 等一下我會提到 那我要跟各位談的是商業的這個特性 我們來看幾個文件 這個是 林幼爪 他來到 大稻埕 大稻埕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就跟林幼爪 在這個地方開始設立商店有關 那他賣給誰 他當然就是賣給從北邊 從士林 從北投 從那個北台灣地區 好像那個 那個萬里 三隻 一路運 扛著那個 就是 各位有聽過那個 魚露古道吧 那魚露古道那邊 還有茶葉古道 以前石門那邊 橙茶葉 那邊呢 就要送東西下來的時候 送到哪裡 送到這邊來 那可能呢 有一些比較新鮮的 就要在士林 就要做交易了 在士林 所以士林後來出現了一個市場 出現了一個市場 這士林市場 他其實就是在 在這個 不能講應付 就是在提供 從北台灣地區下來的 這群人 在那邊做交易的一個場所 那在更時間 再更往前推 就來到了 大稻埕 那 各位可能去過 保安宮 去過孔廟 那個地方叫做大龍洞 大龍洞當時候還不是一個 很重要的世界 所以 當時候會經過 那經過 哪裡 就經過 剛好就經過 我們這一條 這個 敵化街 我們來看一下林佑 找這個人 好 那這一個是 日治時期 台灣司法的一個文件 他在談這個台北市的三郊 那在大稻埕地區的這個郊行 叫做 夏郊 那夏郊就是廈門的下 顧名思義 大稻埕在對哪裡 在對廈門 那另外兩個郊 是台北地區 另外兩個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蒙獎 他全部都在蒙獎 那大稻埕這個地方就叫做夏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內容 大稻埕原來是漢原礦地之區 全部都是田園 剛剛的印象已經給各位了 幼爪關係地勢 附近淡水河能通達各鋪 可設立商會 貿易必然返興 遂於1853年 招著想賺錢的朋友 一起投資 就來到了這個地方 這就是商人 哪裡有利可圖 就到哪裡 出手 遭同各戶 先行 創造大街 電污 使劍 市政 最後就聚集了很多的人 在這個地方 經營 或開雜貨店 或開商店 生理就是生業 商業就是日漸繁星 最後就變成 跟各位報告的1880年的 鼎盛時期的 大稻埕 好 那這個郊就叫夏郊 有個名稱叫金銅順 那這個制度 基本上所反映的是 傳統漢人的制度 這個制度到現在還在不在 還在 不會不見的 只要漢人在這邊做生意 那個制度還在 那 可能需要去找 那這個制度會轉換 譬如說跟廟宇結合 所以大稻埕地區有好幾間廟宇 還在不在 都在 他雖然會搬家 神不會不見 那這個制度其實跟其他的 漢人傳統的商業城鎮 一不一樣 其實大同小一 這個跟 那個迪化街 跟大稻埕 其實我覺得 並不算是他 特別突出的 地方 那 鐵突出的地方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 所以他基本上就跟 那個蒙甲地區的 另外兩個交 全交跟北交 相抗衡 那最後呢 因為陳佑早 個人聲勢太大 所以他變成 三交的交長 他當老大 那這個影響 後來還影響到 由他的兒子 繼續接下去 那這個部分 各位看一下 這個在談這個 整個 這個下交經營的狀況 這個制如主及董事 生理條歸等等 那跟廟裡面的 關係 制度其實差不多 這各位當作參考 那開會的時候呢 到哪裡 到盧祖的店中 到媽祖宮 我們這邊有個渡口 有個媽祖廟 當然搬家了 搬到那個 那個靠近那個 那個 民權 民權西路那個地方 已經搬家了 原來都在這個地方 開會 都在廟裡面開會 到了日本時代 這些雜貨店 為了求生存 那就 依據日本時代的規定 改成組合 就有點類似 我們現在的同業工會 到了光復之後 進入了另外一種 組織的形態 不過整個來講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傳統 商業的 經營的形態 那這個地方跟 跟蒙甲 跟台南 一不一樣 其實從結構上 都差不多 後來他的兒子就接了 繼續接 那這個部分 我就不多 不多說了 好 那再來呢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好 那這邊呢 我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大道成這個地區 有幾個重要的人物 都曾經跟大道成有關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所反映的是 大道成的 台灣地位 那當時候全台灣最 有錢的人 大概都聚集到台北來了 幾乎都到台北來了 那主要就是因為 台北市變成 台灣的 首府 從清末 建省 建省後來從台中 省城從台中搬到台北來 那台北的就一路到現在 都是 全台灣最重要的政治 跟經濟中心 所以最有錢的人呢 就來到台北 那日本人我們如果不算的話 漢人到哪裡 就到大道成來 都到大道成來 所以大道成出現了很多 有名的人 那我這邊只舉一個例子 叫李春生 那李春生這個人呢 其實基本上是跟 洋人一起進來 大道成 那他的進來 有一個身份就是他有點類似 類似那個 早期我們在談貧朴族 跟漢人之間的關係 通常有一個人 叫做通義 就他事實上要扮演那個中介 中介的角色 那他扮演誰中介的角色 就是各位可能有聽到 聽過 那個 有一個 洋商 叫做陶德 陶德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保順洋行 就是陶德的保順洋行 他經營很多很多的行業 當然包括茶葉 商老 都經營 這個部分我就不多說了 那李春生呢 後來變成他的買辦 買辦在幹嘛 就是中介 現在最賺錢的其實是 房屋中介 就是他 那個 買空賣空 那 買辦的狀況 其實也類似 他專門就是在 處理打點一些 人上面的事情 透過一些人 譬如說在 大道成地區 有所謂的茶站 茶館 那這些茶站的 這個商人 就到哪裡去 就到 那個 三峽 到平林 到石定 去幹嘛去買茶 去買茶 買了茶了之後呢 就回到了這個大道成 然後進行加工 然後接著 就送出 出口 好 那買辦呢 就負責 這個 打點 這個 洋人的這些生意 那也因為他的角色很特別 後來就變成是 地區裡面的 頭頭 特別是漢人裡面的頭頭 那這是李春生 所以在 李春生跟 大道成之間 其實就會有一些些 很重要的事情 那 像我們也介紹到了 還有好幾位 像 顧顯龍 這是日據時期的 很有名的 他跟大道成 其實也有關係 然後 早期的 林維元 各位知道吧 板橋林家 他跟 這邊其實也有關係 那有很多很多的土地 房子就跟林維元有關 跟板橋林家有關 這個都是有名的頭頭 通常 這個 會在 台灣各地就放不同 他的豪宅 那 大道成當然也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看 後面這裡面 這個後來 陶德在 在經營之後 大道成慢慢慢慢往上走 那 促成了1880年 這個大道成 走到他的最頂峰 李春生跟 林維元 就後來 接受了政府的委託 蓋了這個 千秋跟建商 那 這就是後期的大道成 那這是名人的部分 那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還有很多 屬於傳統 商業城鎮之間的 普遍的狀態 這個部分就跟 各位在那個 城隍廟看到的狀況一樣 所以在不同的廟 你就會看到 上面列的這個文件 這個文件是1895年 一個日本人 叫 佐倉孫山 他來到大道成的時候 看到的景象 那這個景象呢 其實持續了多久 大道成出現多久 他持續了多久 那這個傳統呢 也不是只有大道成 在而已 蒙甲也是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他內容 他說台灣的女生呢 特別信仰神佛 跟內地人呢 內地人就是 日本 差不多 大道成的城隍廟及媽祖公 這個每年的元宵的時候呢 那個 婦女呢 就會紋身 三五成群 入廟 焚身祈禱 香煙 繞 曬乾如霧 這個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 若一不絕 都去拜拜 就像那個 日本觀光客到 那個城隍廟 狀況一樣 各位剛剛都有看到 到今天為止 還是一樣 好 那後面就反映了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有關那個在裡面看到的景象 我們看最後一段 這個 第三段是拔筷 割竹根為兩片 他就在拔那個筷 但是他因為看不懂 他就在描述那個過程 行如蝦魚 你們覺得像嗎 煮熟的蝦子 比較像 那個 植椒 這個部分 以譜即秀 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就是那個 法師在做法 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其實在 很多很多的漢人的城鎮裡面都有 那我稍稍提 這件事情給各位參考 好 那再來舉一個例子就是 也因為是漢人的城鎮 所以裡面的很多很多的街道 這其實都是商業街 那每一街都是店屋 那要做生意的就在這邊聚集 就在這邊聚集 那聚集之後就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名字 那上面像 命名的時候 中街 這也叫南街 然後上面的這些名字全部都跟那個 那個 漢人的命名叫港邊街 這個 不是很清楚 不過各位可以去參索一下舊的地圖 那這個命名的狀態就不 跟我們 今天的討論的其實不太一樣 這個是北邊的部分 這個是南邊的部分 那個 因為要進北門 所以這個叫北門外街 北門裡面的就有北門街 這個叫北門外街 那這個命名的方式 跟台灣地區其他狀況一不一樣 其實一樣 不特別 好 那這個就會出現很多很多的沒有 這各位當作參考 好 那這就是傳統漢人的街市 那可能有朋友要跟三峽比 跟其他地區比 那其實就是規模 產業的形式不一樣 有的是一級產地 那有的是到了二級三級 加工 大造成反應的是比較末端的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 商業聚集的一個中心 這個部分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 第3個特色 第4個特色 對不起 大造成地區跟其他地區 最大的不同 譬如說他跟蒙甲最大的不同 他經歷了這個 養護運動 在這個地方其實有執行了一些任務 那這個養護運動所產生的 我大概歸結了幾個 兩個 第一個是新四街 新四街 當時候填了一塊地 整個合併地填起來 那第二個也是鐵道 對大造成產生的不太一樣的影響 那這兩件事情其實有當時候負責養護運動的 一個單位叫全台商務總局 各位可能都沒聽過 可能沒聽過這個單位 不過當時候他們在大造成地區就執行了 兩個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是新四街 看這兩個名字就是官方蓋的 對不對 一個叫千秋 一個叫建昌 光聽名字 他就跟剛剛 我跟各位介紹的那個傳統的 那個命名的方式 前面叫 媽祖公街 那個 媽祖公街 土地公廟街 類似這樣子 是完全不同系統 光看名字就知道 那右上角的這一個 就是當時候的總辦 叫楊宗翰 楊宗翰 那你們看資料 會看到 林維元 他是第一代總辦 沒錯 但是我跟各位講 他接了之後兩個禮拜後就辭職了 他根本沒有做 大概太累了 所以他就跟那個 劉明川就辭職了 由他接 這是劉明川的好朋友 他從大陸找來的 就幫他處理 這件事情 那在他的任內 就蓋了很多很多的 這個 洋務的 相關的設施 那在大道成地區 就開了這兩條街 這兩條街 其實是一個 田 田那個田土造路 田河造路 出來的 那這兩條街就位在 剛剛我跟各位介紹的 下面一張圖應該可以看到 好 那他的背景就是 基本上他就委託林維元跟李春森 當時候兩個地方的 漢人頭人 來負責蓋 這個新市鎮 那新市鎮在哪裡 各位看這裡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往北邊走的那條溪 這條溪是今天的什麼路 就是溪寧南路 跟溪寧北路 原來就是個溝 大的溝 就這一個 那左邊的這一個 就是填出來的 千秋街跟建昌街 就是南北兩條街 這左右兩邊的這個電污 就是這個時候填出來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 他的那個街市的狀態 這個就是當時候的那個街道的老照片 那除了這一區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漢人 那漢人就是有機發展 出來的 這個各位參考一下 這是第一個 跟養物運動有關的 右下角那是洋行 那第二個就是洋行 在這個地方出現 整個新市街 規劃 那個規劃之後 後來就把 洋人的這個 居留地 就從淡水 就在這邊 也畫了一塊給他 那當時候的 洋行得到這樣子的允許 之後呢 就陸陸續續 在今天的那個新市 在那個 千秋街跟建昌街旁邊 就陸陸續續就蓋了 洋行 那這個部分呢 今天因為我們看不到了 但是我跟各位提一下 這個是其中的一份文件 是德濟洋行跟 地區的這個漢人 租房子 準備蓋 蓋這個洋行 的一份文件 這個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是德濟洋行 跟當時的黃河八號 買土地 那不是只有德濟洋行 那個各位可能都聽過 南邊有個叫六管街 那六管街有另外一種說法 它有好幾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就是當時聚集了 六大洋行 的洋館 那今天因為房子都不在了 只能從老照片裡面看 這個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個就是當時候的狀況 很多的洋行 左上角這張就是六管街 旁邊最底端就是淡水河 在南邊的這個 新興的地帶就出現了很多很多的 新式的建築 當然就包括這一街 這是德國民事館的樣子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隨著洋人的進入 很多的洋人的建築物就進來了 好 那再來一個是對大道成有一個很大影響的是 台灣鐵路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也很少人看到 看到這個現象 看到這個現象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在了 他不在了 那大家就很少 注意到他 特別是 我們今天的鐵路跟他基本上一點觀點都沒有 這張圖是1892年 最後一任台灣鐵路的顧問 叫馬提遜 他回到英國之後 他投了一篇稿子 給那個英國的圖